什么叫啊你快走 什么叫啊不要走我们走了 你真的要走吗 那你跟王飞哥说一下嘛 你又说了 你又说了 你确定是不是 家美 家美小小我拦你拦不住 拦不住 我拦都拦不住 小小 你确定啊 确定了你该干嘛就干嘛了 你该睡觉就睡你的吧 主播 我跟你讲你最好不要做什么 我跟你讲 半个小时小小你不回来 我要王飞哥来找你啊 这小小也真的是 本来我以为他真的是来找我玩的 怎么这样子嘛 拦也拦不住啊 家人们 你们又说我过分了 又说我打扰他们了 本来就是嘛 那这样子怎么可以嘛 是不是 对不对嘛 那拦不住什么样的人 拦不住什么样的人 你们拦不住你们觉得拦不住什么样的人打在公平上 我真的是烦死了我 拦不住这个人 拦不住这个人拦不住所以家里面你们觉得啊 你们觉得拦不住这个人啊 如果说他好的话 我真的 家们要不要给王飞哥 现在就给王飞哥打个电话呀 家们 要不要现在就给王飞哥打个电话 家们 你们觉得现在应不应该给王飞哥打个电话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小小会不会讨厌我 以后就恨我了 因为他刚刚说叫我不要给王飞哥说 打电话是吗 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 所有家人们 你们把那个红析点上去啊 把红析点上去 然后把那个 就是 你们觉得啊 如果我 如果我做错了啊 我过分了 我不应该拦着他们 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吗 是不是 那你们 就我现在让小小走了嘛 主要是我不让他走 他都不愿意 他都不愿意留下来 我刚刚拦着小小的 但是小小不愿意留下来 我也我也没办法 一个人想走的话 也拦也拦不住 是不是 他想走的话 我拦也拦不住 是不是 我本来 我本来今天还说小小来了 太好了 关键是小小说 不能跟王菲哥说 我在中间 我真的好烦啊 我怕我跟王菲哥说了 我害怕我现在说了 他又 不好了 知道吧 这样子 废话多 我废话多 到底我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吗 你们一会儿说我过分了 一会儿说我破坏人家了 一会儿又说 我快点打电话 我现在又打电话 人家小小又要恨我了 我现在打电话小小又要恨我了 知道吗 家伙们 真的好无语 我跟你们说 你在打电话吗 家伙们 你们觉得怎么搞啊 不管是吧 出了事怎么办 但是我刚很拦啊 我拦也拦不住的嘛 我拦了他 我拦了小小 我拦都拦不住 怎么办嘛 我拦也拦不住 而且取不那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小小知道呀 到底怎么了嘛 我真的是 我现在感觉 我这样子打电话 家伙们 我打电话了 王飞哥 知道了 一边又打扰他 一边小小又讨厌我 我能怎么办吗 我自己去取不家 那取不家 取不爸爸 取不 取不家人 肯定 说不定还动手呢 他们觉得小小 人家小小有钱 是不是 人家小小条件好 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这样子的 我去打扰的话 取不妈妈 他们家人都不知道 把我赶到哪里去了 都 是不是 他们现在 现在就 很 很老火 真的很老火 本来我今天 怎么那么多废话 那我说话 你们也觉得 我废话 我到底怎么样 我到底怎么样 才是对的 家伙们 真的 这 这几天 我真的 我发现 我说什么 你们都觉得 我废话多 我打电话了 但是人家小小 不让我打电话的嘛 我岁 我即便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王飞哥了 王飞哥肯定也说 如果王飞哥真的打电话了 那王飞哥会不会说 他走 想走 他让他自己走 他肯定会这么说的嘛 对不对 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 我是觉得 我刚刚是觉得 一个女孩子啊 突然 就是 一个女孩子 去一个男孩子家里面 而且还是那么晚的时候 他们 现在都那么晚了 对不对 而且 曲不是什么样的人 又是小偷 又是 又是什么 曲不是什么样的人 我跟小小说了 我说了 他不听啊 家伙们 不是我没有说 不是我没有说 不是我没有 不是我没有说 就是 直播间 所有家里面 你们觉得啊 你们觉得 如果说 我怎么样 你们都觉得 我怎么样 你们都觉得 我 就是我怎么做 你们都觉得不好的话 那我也真的 我都不知道 以后 我 我 我到底要怎么样 才好了 真的 我不知道 怎么 怎么样 才好了 我希望啊 我希望 所有家里面 你们就 直播间 所有家里面啊 我现在 我现在就啊 王飞哥 我也就不说了 我一会儿 一会儿 要是 十点的时候 他还是不来 我就去看他 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 打电话的话 我的直播 就会挂掉了 知道吗 我只有 按摩条件 不允许 因为我只有 一个手机 知道吗 家里面 我只有一个手机 你们觉得 我这样子做 对不对 我这样子做 对不对 家里面 我就是一会儿 十点了 他还是不回来 我就给王飞哥 打电话 然后我们一起去 怎么样 行不行 行不行 这样子行的 你们扣个一 现在吃的话 现在吃的话 现在这样子吃的话 不仅会被赶出来 而且现在这样子